在微信中搜索Seven's Block 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 最新测评 最潮资讯 时尚百科 每天推送 还有更多精彩福利等着你哦 大家好 欢迎收看Seven's Up 本期节目为大家带来 AJ11 Conco 208复刻版的实战测评 先来看测量数据 这双经典球鞋 鞋面使用了大面积的漆皮和尼龙编织材料 中底方面 作为一双二十多年前的球鞋 可谓是诚意满满 EVA里面包着的是全掌气垫 虽然是AirSoul气垫 但效果还是可以的 透过水晶大底 可以清楚地看到 碳板用量非常足 对得起它史上第一双 使用大碳板球鞋的称号 AJ11的脚感值得一夸 毫不夸张地讲 在所有AJ正带球鞋里面 单说脚感 11带绝对可以排在前面 有人说AirSoul气垫没啥作用 但你对比过其他球鞋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双鞋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舒服的 本来AJ11的包裹性是没有问题的 但唯独这个2018复刻版Conco 前掌的部位 不管你怎么系鞋带 它都给你留足了活动空间 可能是复刻版重新开模导致的 鞋底巨大的碳板 不论你是前后还是侧向弯折 都能表现出良好的抗扭转效果 而且大碳板在支撑方面 表现也非常不错 除此之外 漆皮鞋面和强化处理的后跟 同样表现出很好的支撑性能 而鞋面的侧倾角 以及整体的鞋身设计 在防侧翻这一块 也算做得比较好了 所以起码是可以满足 我们一般的实战要求的 再来看缓震 全掌AirSoul气垫加EVA 对于Nike来说 这两种配置都是同类型科技中 最古老 用来垫底的缓震科技 很多人会用固有的印象 来判断它的性能 说AJ11缓震效果不行 不过事实上 这双鞋子的缓震完全够用 虽然不至于跟Zoon Air一较高下 但绝对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 硬如板砖 对于80公斤以下的人来说足够了 鞋底方面使用橡胶和水晶混合大底 抓地力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 而这一点也使这双鞋 可以拥有良好的启动性 不过有一点点缺憾的是 前掌的包裹感 对启动多少有一点点影响 耐磨方面 AJ11并不像其他水晶底鞋款那样脆弱 还是可以应付内外场的 最后我们来说说AJ11的致命缺点 一个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叫声 穿过AJ11的应该都有这种困扰 刚买还好 可能穿一段时间鞋底就开始想 走一步想一下 节奏感非常好 还有就是这双2018年复刻的康扣 做工真的是差到了极点 一点都不夸张 不想再多说什么 总之这是一双情怀满满 做工很差 性价比极低 可以实战的球鞋 作为乔帮主本人最喜欢的篮球鞋 Nike 再复刻的话 还是长点心吧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别忘了关注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